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15号,星期三 我们看到网上报道呢,说中共的官媒都在讲今年夏粮又是大丰收 说夏粮的总产量是2856亿斤 那我就拿14亿人口来算了一下 那平均每一个人口粮就是204斤 当然你说夏粮完了以后还有秋粮 所以呢,两次粮加起来的话 应该假如说就按这个水平算的话 通常是夏粮丰收的多一点呢,还是秋粮多一点呢 这个我没有把握 但是呢,就算是两个一样多的话 或者是秋粮再多一点 也不会,就是大约可能也就一年500斤 一个人一年500斤粮食,是不是够呢 大家都知道一年365天 平均一天一斤多一点 但是一斤多一点 大家知道这个粮食不仅仅是做你口粮用 它还有呢,用于其他的生产 比如说酿酒啊,做副食品啊 所以总共的这些粮食还有很多是加工用于其他方面的 所以呢,没有办法把这些粮食全部用于每个人 个人的口粮 再加上14亿人只是一个简单的 概括的数字 实际上人口不止14亿啊 所以这样算起来的话 粮食非常紧张 就是算按照官方的这种乐观的说法来讲 也还是不够的 所以呢,实际上肯定存在的进口 那我们知道最近这一个星期里边 中国就两次向美国购买粮食 最近的这次单日订单 就是176.2万吨的玉米 176.2万吨的玉米 这是第一次一个单日里边下这么大的一个订单 另外呢,这个前一段时间也买大豆 大豆呢,是可以作为副食品 那么对很多方面来讲的话 就说一个国家,它这个粮食要充足 无论是小麦,玉米,大米,大豆 这都应该充足 那现在呢,中国部分的依赖于粮食市场 所以呢,中国的官方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富说 说好像今年的秋收是没有问题的 粮食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0.9% 然后呢,每亩的亩产还增长了4公斤 所以听起来很乐观,是不是? 那么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议论 今年有旱灾,现在又有洪灾 这么多的灾害对粮食产量能够不受影响吗? 所以呢,现在这个中国有多少城市受洪涝影响呢? 有一百多个城,我看另外一个资料说 三百多座城市被淹 这三百多座城市被淹的其中一部分 是因为泄洪 因为三峡大坝 还有很多的水利枢纽都遭受历史上罕见的这种压力 蓄水量过高 有过那个警戒水位线 有的过两三米 有的甚至过十米 如果要是讲那么严重 那么当然要想办法泄洪 那么一泄洪的话 就会把大量的农田 农村 农庄 小城镇 甚至有一些中等城市 都受到洪水的侵袭和影响 很多的照片、视频 当然这不是官方提供的 都是很多的网民所提供的 那些很多的汽车都泡在水里面 有的水已经淹到了汽车顶部 所以说在很多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些上百年的古建筑 特别是那些庙宇 那些牌楼都淹到了牌楼 这个上面写匾额的那个位置了 那么有一些庙宇已经淹到快到顶的位置了 所以这样的洪涝灾害 应该说是最近这几年里边并不多见 那么中国官方喜欢说百年未遇 有的时候甚至说五百年未遇 一千年未遇 说的是相当的夸张 但是这次这个洪涝这么严重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说 这次的洪灾、涝灾要比1998年还要严重得多 98年的时候 当时的江泽民、曾庆红 那些领导人坐着冲锋艇、穿着雨衣、雨靴 好像还像个样子 今年呢 习近平装模作样的到现在也没去真正到一线去参加抗洪抢险 没有参加这样的事儿 但是他只是嘴皮在动一动 那么我昨天呢做了一个视频说这个洪涝有百尘受烟 有的人还要跟我抬抬杠 说他最近还去了几个受到洪水影响的防汛的城市 他没有看到被烟的情况 他说他去了三个这个防汛的城市都没有看到被烟 我不知道他怎么看的 而且他在网上这么说一下 你也不说你的姓名、单位 也不说你的这个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那你说这样的东西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真是假呢 你不会为你的这个信用这个担保 对吧 所以你这种说法 到底你是为了执行任务维稳呢 还是说你是把你的看到的情况 真实情况反映出来呢 我说的这个百尘被烟还是算比较客观的 很多地方都在报道是几百座城市被烟 对吧 所以说你这个到底说我这个一百个城市被烟 你觉得不可能 说我说话没有事实依据 那我现在给你列举一下 光安徽省就有十几座城市被烟 那么你想想全国那么多的省 除了安徽以外 有江苏、浙江、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 那么多的省 还有上海、重庆 这样的地方 当然你说不是说每一个城市市中心都会被烟 但是局部地区被烟的情况 郊县地区被烟的情况都有 是吧 那么有的是烟得非常严重的 就连黄山 安徽的黄山 大家知道是山区 那居然设县 设县有很多的古民居 古牌坊 那些都地方都烟了 一些古文物都受到破坏 茶叶生产都受到了重大的灾害影响 所以这些东西能是假的吗 纽约时报报道了 有1500万人受灾 那如果要讲连100个城市都没有 怎么能谈得上1500万人受灾呢 而且这1500万人受灾 这还是7月初 7月1号左右得到的数据信息 7月3号发表的纽约时报的文章 那现在呢 过去了差不多接近两周时间 一周多吧 一周多的时间 现在呢 你看看这个被烟的城市更多了 我刚才随便列举一下 那你还有湖北的 无论是宜昌啊 湖北的近城啊 很多地方 对吧 你都可以数得过来的 你用班族族族啊 怎么没有100座城市呢 所以有的这个媒体报道是300多的城市 它都是非常的有具体名称的 这个都是各个地方提供的信息来源 所以都有当地的老百姓提供的 这个会错吗 所以我觉得网上总是有些人 到底是五毛还是自干五 还是什么样的 我们搞不清楚它的目的 但是它真的是在搅浑水 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呢 我想这个很多人都看到了 就是北京市民政局在网上募集大家捐款 结果呢 几个小时之后就有六万条跟贴 跟贴呢 基本上都是骂的 而且有一幅对联非常有名 那个对联具体的文字 我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 大概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对外援助 大笔一挥十分潇洒 就是意思说你多少钱你都愿意洒 然后对内呢 就是逼捐百姓 逼着老百姓捐钱 但是老百姓的那些生活苦难 他们视而不见 从来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的老百姓 横批呢 就是四个字 捐你妈插 插怎么念 我就不说了啊 那个X插 所以呢 这就反映了一种名义 几个小时之后 他一看这个名义这么汹涌 全都是基本上都一面倒的骂他的 他没办法只好关闭了评论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看到 这个现在的情况 就是疫情这么严重 然后官方呢 他往往不报那些 哪些地方遭受了损失 为什么没有提前在四五月份 就开始做提前的预备和准备 为什么在前一段时间 当疫情已经 不是疫情啊 迅情 当迅情已经开始出现 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 也没有采取及时的行动 到现在已经是到迫不得已了 很多地方水位 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位 而且超过几米 很多像那个波阳湖 波阳湖的那个湖水呢 像 就是 鸡的就比地面 比外面的这个远处的地面还要高 后来没办法 只好主动的开挖 大型的挖掘机 去挖 挖个口子 让波阳湖的水向下泄去 去淹没那些农田和村庄 那最近更搞笑的是 官方的说法是什么呢 他没有说波阳湖 这个造成了洪灾 对周围的地区产生了这个毁灭 或者影响 他用的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是中国卫向 中国天气啊 就是卫星天气中心 他们发布的一个新闻 说是波阳湖 及其周边区域 湖水面积 增加了 549平方公里 549平方公里 然后呢 又讲了说 他两天时间 不是一次 是两次 另外一次呢 是增加了195平方公里 所以这两次加到一起的话 是700多平方公里 那700多平方公里 这个这么大的面积 是在短短的一周的时间里边增加的 这是说明什么 这不是属于这个 自然环境啊 水域发生的自然变化 它不是发生的自然变化 明明是洪灾 因为洪灾的原因 使得水向外泄去 淹没了大批的农田 村庄 甚至城市 你想想 500多平方公里 是多么大的范围 他居然用这样的话来说 说是湖面 这个波阳湖的湖水面积 增加了500多平方公里 这是非常无耻的一种说法 也是一种官方的最新 掩饰洪灾情况的一种手段 所以这种手段 我估计他们以后要会 从现在开始要经常的使用这种手段 大家要注意 以后哪个地方说湖面面积增加了 扩大了 那就说明了地方发生了水灾 洪灾 所以这个只是换了一种说法 那这个 现在为了维稳 为了这个掩饰 这个粉饰太平吧 就编了很多的谎言 包括这些语言 修饰的语言都非常的可笑 所以我想这个 有一些网络上 有些人专门翻墙来维稳 他们本来在国内维稳 已经是让14亿中国人经常被洗脑 他们还不满足 他们还要到墙外来维稳 来洗脑 所以他们翻墙上推特 他们翻墙上Facebook和YouTube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维稳 来给国外的人洗脑 所以这些人太无耻了 他们叫他们是屈从 屈从的话 人家还怎么讲呢 我都没办法形容这些 所以现在很多国内的老百姓 真的是被蒙蔽了 他们不知道 他们安徽的有一些亲友 他们都不知道周边的洪水 灾难会那么严重 前两天跟国内通话 跟他们讲起这个殉情 非常的严重 他们都说 哎呀那都是西方国家 这个有意抹黑中国 我们这边很太平很安全 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问题的话 我们都会得到 即时得到通知 我们会及时的转移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他说很安全 太平的很 结果你看看这几天 是不是中央自己 官方也发布了 这些防汛的通知 而且习近平特别强调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要把这个防汛工作 当做一个头等大师来抓 现在安徽省也开始 还有长江防汛委员会 他们都开始发布通知 安庆的已经号召周边的人 就开始进行抗洪 哪些地方要疏散 有些人要疏散走 哪些地方要泄洪 这都是最近发生的 对吧 我就是在前几天 跟安庆的一些亲友们 通话的时候 他们都还不知道 都没有这个信息 所以可见这个信息 蒙蔽到什么程度 好的 对于有些人 他不想知道外面的信息 你没办法跟他说 有一些人是受到了蒙蔽 受到了那种洗脑宣传 和教育 他们反而对你 给他提供真实信息的人 抱有一种警惕性 认为你是什么目的 为什么要散布 这些负面的不好的消息 就是要扰乱人心 想让国内的老百姓 不能过安生的日子 这非常搞笑 好吧 今天先说到这